大家好 我是馬前惠 歡迎收看瘋狂大門鍋 先為您介紹今天參與討論的來賓 首先邀請的是 本週他最忙的陸委會主委王玉琦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陸委會的主委王玉琦 由於最近接待國台辦主任 來台灣四天三夜的行程 有點沒有睡覺 所以說不好意思 謝謝大家 另外一位呢 這個星期大概也睡不太好 他也很忙 又有人衝力把院了 鍾正一芬局長方養寧 是的 那麼這一次呢這個 國台辦的主任啊 張主任來到台灣 他並沒有把台北市好像 列入一個行程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讓我們這樣子忙碌 我實在是搞不太懂 所以如果是在新北市 請你們去新北市好了 不要來台北市亂 我跟妳拜託 這樣就知道 妳換宵夜睡覺好嗎 好啦 要不然去台南呢也不錯 台南市長賴清德 歡迎 哈囉 我是台南市長賀清德 我反而呢 希望這次國台辦的主任 張志君先生呢 能夠把我們台南 設為他的行程之一 因為從他來到現在呢 我們台南呢 一直希望能夠 張志君先生來到我們台南 但是他一直都沒有台 我們希望妳趕快來 謝謝 謝謝 接下來邀請到是 最後台灣味的外國人 愛玩客主持人 吳鳳 大家好 你辛苦 我是吳鳳 我在台灣居住了八年 然後我很喜歡台灣 我台語說的也很冷靜 我也愛台妹 然後我也要在這裡面子 我要帶台灣人 謝謝 謝謝 好 說到台妹她最辣了 社育女神 雞排妹 大家好 我就是雞排妹鄭嘉全 然後我最近已經晉升電影她了 其實我之前就很討厭被欺負啊 就是社會一些不公平正義的事情 我都會出聲 所以 但是我也要求求媒體說 你們是沒有新聞可以寫的嗎 幹嘛每天都來寫我的新聞 當然我知道我的新聞量比較多啦 但是這個社會上 還是有很多其他的新聞你們可以去報 不要一直交點Focus在我身上 謝謝 好 我們也會寫一寫其他的新聞 像是最近的恭喜他了 出為人父的 跳江南總裁 汪曉飛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來自北京的曉飛 因為我今天坐在這邊 我覺得很別扭 因為... 為什麼 因為... 因為大S很會吃醋 所以我就不知道我眼睛... 不要 我們還是保持一點距離 因為我很愛大S 我最近生了一個小女兒 這個叫小月兒 很幸福 我跟大S很幸福 然後我很熱愛台灣這塊土地 那我再慢慢跟大家分享 我們的一些喜悅 那你可以看我一下嗎 不... 我信念只有大S 謝謝 不要...先不要... 你們聊... 謝謝... 好 我們要好好聊的呢就是 這個星期 大陸國台辦主任張智君 訪問台灣四天三夜 當然也寫下了歷史新夜 那麼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還有一個熱門話題 就是故宮的翠玉白菜到日本參展進行 也促進了國際交流 那麼現在聽說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也很想去看 我們先來看看安倍記者會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Miss Huang from Singapore 今天我是你們的翻譯者 現在以熱烈掌聲來歡迎 安倍晉三先生 台灣的皆さんこんばんは 私は日本の総理大師 安倍晉三とございます この度台灣に協力し 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好 接下來這個 用普通話講的會比較好用 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請直接發文 Fox 請問上屆世界盃日本踢進16強 但這次世界盃日本對成績不如上屆 你有什麼看法 3年了 バカ 對不起 有點太激動了 我覺得非常的難過 日本 日本一致 日本可以說是亞洲第一的一個球隊 為什麼我們的這個Saka 這次到那個Brazil去比賽 我們會輸得這麼慘 我會上南瓜 這次我們要檢討的是 我們所有球星的年薪是43億台幣 居然踢成這個樣子 可是韓國南韓 他們的這個球員裡面有一個人 叫做李庚浩 他是現役金 他一個月才4千塊 才4千塊而已 為什麼我們43億踢出4千塊 所以我們要好好的檢討一下 看是不是我們的薪水太高了 以後我們都改成4千塊好了 好不好 下一個問題 NHK 請問網路票選 最想叫台灣十大男明星 諧星大動竟然入選 排名還緊跟在金晨舞之後 你那看法是 糗糕 其實我聽過最難聽的一件事情 怎麼會是這樣的事情 納豆是誰 我只知道納豆是拿來吃的 等一下... 納豆是牛腸的 又胖又矮的寫心藝人 就是台版的政治王 所以他說 又胖又矮的是政治王 是他說的 跟我沒有關係 對不起 我想這次納豆 他獲選是第九... 第十位 最想嫁的一個男人 我覺得非常的 替金晨舞抱不平 為什麼 因為金晨舞是第九名 然後他是第十名 他又矮又胖 居然會有人想嫁給他 所以最大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他是金晨舞 他很有錢 最主要的 我最難過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看一個風景很美麗的 台東的那個波浪大道 如果是你看金晨舞在上面騎車 很漂亮 很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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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換成納豆 他在騎車的時候 根本看不牽他人在哪裡 因為他都被倒睡擋住了 為什麼 太矮了 這樣子的人 能夠去拍那樣子的畫面嗎 是不可以的 所以你看 我替金晨舞抱不平 我替金晨舞抱不平 中天 中天 請問台灣故宮文物道東博餐展 海報名義上國立兩字 引發台灣不滿 您的看法是 什麼 殘忍 為了我們日台友好 我真的要在這邊跟大家 台灣的所有的這個友好人士 說對不起 這次我們真的沒有搞清楚 國立這個意思 這個我們誤會 就是我們一直以為那個國立 國立是大陸有一個影帝 常常演皇帝的那個演員 張國立的國立 我一直以為那個國立是他的博物館 其實我們跟台北界的東西 那麼跟張國立有什麼關係呢 這都搞錯了 不應該是私人的博物館 所以怎麼會是國立呢 我們搞錯了 所以這不能怪我們 所以如果你們要求說一定要國立 我們下次就寫國立 你們要私立 我們就寫私立 私立國立 國立私立 國立我不要給你寫 你又要國立 你看怎麼樣呢 因為我們日台友 另外一點像炊魚白菜 這個街頭嫂子 我們是大好嗎 我們非常喜歡 為什麼 因為真的是神器耶 非常漂亮 那我們如果你們願意的話 你在日本展覽 展覽再久也沒關係 我們排隊的精神很好的 我們一排六個小時 沒有辦法看到的話 我們也說 殘忍耶 また一旦耶 明天再去排 沒有關係的 所以我想你們留得越久 越好 我們越開心 另外如果說 講到這個古物方面 其實在日本的 我不知道在哪裡 我不方便說 很多那個以前 那個時候從中國那個 就是拿來的一些寶物 那個時候拿到日本去保管 沒有拿出來展覽過來 那麼如果你們在釣魚台方面 願意稍微那個 你知道的意思 那麼是不是我們也可以歸還 或是什麼 都可以彈耶 不好意思 我們很多話不能講得太明 謝謝你 今天我們在這裡 謝謝你 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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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欣祖也太厲害了 都不需要我的服務 那下次我會為大家 翻譯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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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沒有心意這個要嫁給他的 謝謝... 謝謝啦 謝謝... 請教授 關鍵主題呢 就是國台辦主任張志鈞來台 如果你是導遊的話 你會想帶他看台灣的什麼地方 帶他去哪裡玩呢 好 我想要先請教吳鳳 我吳鳳 我知道 台灣哪裡好玩哪裡不好玩 我就知道了 我是土耳其 我這個節目 我偷偷做很多節目 他張志鈞他來台灣的話 然後四天三夜 剛好這三夜很重要 Follow me 第一夜我們要去夜市 你要去夜市的話 你能夠了解到我們台灣人的 這個風土的民情 有什麼好吃的 但是夜市在很多元喔 那邊還有居然有賣土耳其冰淇淋 你看土耳其冰淇淋 Cut so 第二夜... 你要看什麼很好笑的 對 然後第二夜我們要去夜唱 夜唱的話 因為台灣很多民族的運動 我們把凡庭通通找過來 然後跟你一起唱 看到OK 然後你唱... 你就可以了解台灣的學生在想什麼 那第三夜你要去夜店 你去夜店幹嘛 學辣豆去那邊班師 那種那種這樣的席兄 不是的 去那邊因為夜店 台灣夜店的文化真的很正 很Cue 因為有很多官二代 副二代 台商二代 通通都在那邊 那你在那邊跟他們見面 自己想瞧一瞧事情的話 其實比你台面上面 瞧的事情還要好 所以說四天這個三夜 三夜一定要來這三個夜店的地方 Follow me is cool 謝謝 好 不過你推薦的地方 他通通都沒有去 所以這個請教賴市長 是 如果是你會帶他去哪裡呢 非常的遺憾 在這一次我們台南市 真的非常希望邀請到 我們這個張志君先生 到台南來參觀 台南是一個富城 人家說一富二六三萬港 所以你到了台灣之後 你沒有到過府城 台南府城 或者是說你也沒有到過這個盟獎 這個 還有還沒有到過這個鹿港的話 其實就不能說算過來過台灣 不過我是個人感覺到 大概是很重大的因素是因為 可能我們張志君先生 怕來到台南之後 會發生類似的事情 上次張明清先生來的時候 好像不小心跌了一跤被推倒 我們有說過 那只是一個特殊的意外事件 你想太多 他為什麼不跟你會面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只有你在下下下下任 有機會要選台灣的總統 我們希望不要把這個 這個政治的因素 一定有政治的因素 你是外國人 不要干涉我們台灣的政治 謝謝 好 那我是希望說 張志君先生也不要擔心 我們會有恆禮的方式 不會讓同樣的事情發生第二次 不過我們知道這一次張志君 他是史上第一位國台辦主任 在任內來到台灣訪問的 所以他說定調為溝通務實之旅 所以我們想請教這個主委 是他溝通了什麼 了解了台灣嗎 他一下飛機 我們就有大梯的這個警力 沉沉把他保護 然後等到我要跟他溝通的時候 已經到半夜了 所以說他已經深切的感受到 台灣的人情的溫暖 感受到大家對他的這個愛護 這是他在內地 中國大陸 是完全感受不到的 這是我們第一個給他的印象 那麼當然我在還沒有帶他走走 看看之前呢 我相信呢 大家已經感受到 他已經感受到台灣人民的熱情了 包括接機的時候呢 有各方人士來接機 然後也有這個法輪功的這個代表團 也有駕到台灣的配偶團 那也有台商製救團 還有台聯黨團等等都在迎接他 那麼至於他所住的飯店呢 早已經有反黑箱服貿 民主陣線的人員 還有民主戰鬥的這些成員 在那邊守候他 所以說對他來台灣 四天三夜的訪問行程 可以說是撩弱執掌 那麼他第一個感受到的 應該就是台灣人民的熱情 還有台灣人民的吶喊 還有台灣人民的包圍 還有台灣人民的擁擠 還有台灣人民 抱口角的情形 都讓他看到 我希望他們垂行的人員 可以側拍這些紀錄片 回到他們中國大陸 那麼就能夠媲美 當時來台灣的韓國 超級人氣韓星 就是金秀賢 這個都明俊 他走到哪裡被包圍到哪裡 他也是個偶像級的人物 所以我們要好好善待人家 國台辦主任 這次真的是身具欲異 可是我真的覺得我不能苟同 難道我們真的沒有善待他嗎 而且我覺得你們媒體 真的很奇怪 就是人家那個 你剛剛說的那些人 他們就是入住那個飯店 他們也是有繳錢 然後就進去 然後你們今天有沒有看到 你們前幾天有沒有看到 那個蘋果日報的那個洞新聞 就是用 踹門的方式就這樣進去 我覺得真的很奇怪 因為就是好像那個畫面 我們應該是在那種 你知道抓猴吧 就是那種抓狗 抓狗的那個畫面才會看到 就是有警方踹門那種狀況 可是人家就是 就是這樣子入住進去 都是合情合理的 我真的覺得我們對他已經夠好了 而且我們台灣的人民 我們應該要保護我們台灣人民 我們是用合理的方式去入住 所以我們並沒有做什麼 不過方局長 對啊 雞排妹講的也沒錯 對不對 我們在這個迎賓奉茶的時候 可是我們要有待客知道 但是這樣警方是不是有點執法過當 因為斷水斷樑斷網路 形同軟禁這些抗議人士 難道就是說政府是在 打小孩給客人看嗎 我們先把我們警方執法的一個方向 跟大家報告一下 那麼我們一向就是秉持著安全 希望大家所有來抗議的民眾 不管如何都能夠開開心心的 來抗議和安全全的回到家裡 因為你們每任的訴求 我都希望能夠達到 那我們警方的執法是為了 是大家的安全 可是他們住在裡面也是很 他們沒有做什麼違法的事情 對 你為了安全 網顧人權啊 對啊 所以我接下來要講的就是 人家聽我講完嘛 所以我希望就是像 如同我上司所說的 希望以後啊 路過的民眾一定要標清楚路過 抗議的民眾一定是要來標清楚 抗議 是來歡迎的 你就寫 歡迎 歡迎 那麼你是來打人的 你就說來打人 那麼這樣子我們就很好 能夠分得那麼清楚 需要你局長來幹什麼 那我做局長就好了 我一個阿兜來做局長就可以了 不是 我是希望大家要體諒 警務人員的這個 其實在看一個警務局長 警務人員會不會太懦弱了 都太過於這個忙碌啦 我們幾天幾夜都沒有辦法回去 跟我們的家人碰面 就是為了維持這樣的自信 所以我希望大家民眾 能夠體諒警務人員 你把它標清楚 我們一看你是來打人的 我們就很快的把你逮捕 這樣子就是避免其滅 後面路過的人不好路過 所以我想分清楚 大家貼好標示 這樣子我們大家都好辦事 謝謝所有民眾的配合 謝謝 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進廣告了 繼續再回到瘋狂大門鍋